今天10月1號是中共政權滿72年 不過在台灣立法院外 正舉辦一場全球抗共活動 由香港變成青年 和多個人權團體共同舉辦 先來看一下稍早的訪問 為什麼要辦這個活動 而直接把中共的這個 極權主義的本質指出來 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在全世界的這個民主國家陣營 在支持台灣的同時 台灣人應該要更勇敢的 支持其他受壓迫的人民 那我們必須要展現出我們的道德勇氣 也可以更進一步的讓其他國家的人民知道 台灣是一個有民主的地方 有自由的地方 而且這裡的人民會善用我們的民主自由 去幫助其他被受壓迫的人民 中共就好像一個惡靈在全世界的遊蕩 這個事情我覺得已經是科幻的事實 而且越演越烈 它下不了的就滲透 滲透不了就是棒打 你看到香港就是很重要的歷史 這就是我們今天有這個大的奇惠的原因 10月1號不要是以為是要國家的慶能 它根本就是大家 恥辱的一個因子 希望大家在恥辱上面 上去來製造各種的民間 今晚有來自香港 西藏 緬甸 台灣等各界人士的發言 他們譴責中共的暴政 不會民眾認清中共的本質 活動預期到9點半結束 以上是新唐人電視的採訪報導